嗨 我是Carrie 之前啊 我在IG上面發出 問大家想看什麼樣類型的影片 然後有一個觀眾啊 他就給我一個很棒的建議 他說 他想要知道滑雪的這個英文術語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上課的時候 很經常會不小心用到一些英文單字 那今天我就先教大家 Snowboard英文常用術語 這個上面啊 板頭的地方叫做Nose Nose也就是你的鼻子對不對 板頭就是Nose 板尾呢 板尾就是Tail Tail OK 那接下來呢 看一下這個 Binding 這個固定器呢 他叫做Binding 然後這個綁的這個袋子呢 他叫做Strap Strap 好 接下來呢 最重要的 我們最常講的東西就是 這兩側 這兩側叫做Edge Edge 我們很常說 欸 你的Edge可以再多一點啊 你的Edge怎麼樣啊 就是我們滑雪的時候 上課的時候 經常會用到這個東西 叫做Edge 大家記得了嗎 鋼鞭 OK 鋼鞭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的腳啦 腳呢 腳趾頭 腳尖 腳趾 叫做Toe 頭 腳跟是Hill Hill 所以呢 我們在滑這個 比如說你看喔 我現在是腳尖 腳尖在地上對不對 這個叫做ToeSide 我現在滑的是ToeSide ToeSide 所以有時候呢 你的教練會說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練習ToeSide ToeSide 這就是ToeSide 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腳跟 腳跟帶 腳跟就是Hill嘛 對不對 腳跟在地上就叫做HillSide HillSide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HillSide 來 腳跟在地上呢 像我現在這個樣子就叫做HillSide 好 那什麼 腳跟的鋼鞭怎麼說呢 腳跟的鋼鞭就是HillSide Edge HillSide Edge 腳尖的鋼鞭是ToeSide Edge ToeSide Edge OK 希望大家聽得清楚 好 接下來有時候你可能已經會了HillSide 可能已經會了ToeSide 你的教練會叫你練習Toe to Heel ToeSide to HeelSide Toe to Heel Toe to Heel就是 現在我是ToeSide 腳尖在這邊 地板上對嗎 腳尖到腳跟 Toe to Heel 這個就是Toe to Heel ToeSide to HeelSide OK 好 那接下來你的教練可能會說 好 那我們的練習最難的 HillSide to ToeSide Hill to Toe 腳跟的鋼鞭到腳尖的鋼鞭 Hill to Toe OK 好 大家都記得了嗎 希望這支影片呢 有幫助到大家記得一些滑雪英文會常用到的術語 好 那之後我們去上課的時候就不會聽不懂教練在說什麼啦 原諒這些教練很愛就是用英文來代表 因為我們很多教練考證照的時候呢 大家都是用這個 英文來考試上課的 所以呢很多教練都會習慣性的就是用一些英文的小單字 那這樣也不錯啊 讓大家順便練習到一些單字 如果有其他更多我沒有教到的英文單字 也歡迎大家分享留言在底下告訴我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 掰掰 掰掰 喔 風很大 好 哦 好 好